如今的肖战还缺一部真正证明他实力的好剧 虽说现在的肖战一直在顶流的位置 无论是剧本资源还是商业代言都有着很多选择 可是真正要找到一部适合自己 又具备挑战性还能符合主旋律 让演员顺利出圈的作品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 众所周知肖战真正爆火的是陈情令 这固然是一部值得反复推敲的好剧 而肖战扮演的魏无羡已经成为了难以复刻的经典角色 也成为迄今为止自己难以超越的演艺巅峰 可是这部剧是单改多多少少被贴上了某些标签 令肖战的优秀在作品上似乎赢得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于是肖战急需一部足以证明自己演技实力的作品 用以匹配自己现在的顶流位置也需要被认可 肖战的目标一直是做一个好演员 那么好作品就是好演员的最有力砝码 没有作品变成了五米之吹 可是现在的好剧本真是万里挑一 遇上剧情好 角色有魅力 和演员适配度高 还能顺利过审的剧本简直就是运气 现在肖战团队挑剧本很谨慎 层层把关 就是为了能够拍一部就成功一部 不要过度消耗艺人的热度和心力 能够为艺人提升演技和影响力 当然 大龄素人出道的肖战 更希望能够有作品 可以获得相对有权威的奖项 这样才是对自己演技的肯定 也是给自己给观众一个交代 于是肖战在等这个机会 一边等待一边沉淀 磨练自己的演技 希望机会来临的时候能够后机勃发 我们也衷心祝愿 肖战能够一直稳住这种认真 稳健 睿智的状态 不勉强 不浮躁 做最好的演员 肖战